這個部分呢,我們先看一下 你可以看看,因為剛剛我在按快速鍵的時候 各位都會覺得,每個人聽到的好像都有聽到 但是不一樣,解讀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mouse track 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你看我按control兩下 你有看到我按兩下了嗎? 這樣有清楚嗎? 喔喔喔,不好意思,我捲下來一點 這樣有看到我按哪兩個快速鍵嗎? 這樣比較清楚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它在這裡 它會有一個工具列在這邊 所以呢,你說像我們簡報 有時候我們希望人家看清楚的時候 欸,我點了哪裡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在剛剛這個 我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的簡報 假設這邊,我來這邊,我把它關掉 你有沒有覺得我點一下就有一個亮一下 對不對? 蛤?你可以調速度啊 你可以調速度啊 這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如果你怕人家 不知道我們今天在講什麼 來,看清楚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聚焦一點 這個工具可以用嗎? 有中文欸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軟體 你們 從這個地方進來 有沒有找到一個叫做 這個 最下面這個 如果這樣看不清楚沒關係 這裡可以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對不對? 點進去 裡面只有一個執行檔 就是這個Mouse 這裡 看到了齁 好,所以 你把它執行就好了 但是呢 各位預設的話 它是英文的 也就是你一打開之後 這邊是英文的 按捏 好,那 所以我會先把它切成中文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通常會把 右手邊這個控制列打開 就是你剛剛看到右手邊 這裡不是有控制列嗎? 你就不用記快速鍵了嘛 第三個 我會做一點點調整 剛剛是不是有個聚光燈 你在看這裡的時候 我會把滾輪控制勾起來 然後呢 我會希望它三秒鐘做這個關閉 我就不用再去切它 對不對? 這樣應該比較人性嘛 反正你要射幾秒隨便你 我就自動關閉 再來如果你要寫字 這裡也有寫字的功能 有沒有 對啊 但是我會把這裡關掉 因為如果你勾這個的話 它每次都提起你 要按一下關 離開它 所以我就會把這裡關掉 這樣了解了 至於說案件啊 就是在這邊 你要出現在哪裡 字要多大 隨便 你還可以過濾某些字串 它可以指定 有沒有 過濾哪些案件 我不要讓人家看到 也可以 這樣我就講完了嘛 就這樣而已啊 其實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可以用的工具 真的非常非常多 差在哪裡 你知道在哪裡而已 很多就是說 微軟它做一些種 沒有做到 我只好去外面找幫手 好不好 我們不要繞檔來 我們繞工具來 協助你 不要忘記的 這些都是工具 我們今天其實跟各位分享 最重要的 並不在於說 你要學多少工具 而是要提升這個 這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要知道 你要什麼工具 幫助你嘛 我們是目標導向的 所以我必須跟各位很認真的說 我絕對不是這些軟體的 忠實使用者 有更好的 我會找下一個 沒有的 我就先留在這邊 那我找其他東西來輔助 對不對 那些軟體 沒有什麼 雖然這個我有花錢買 但是免費的就可以用啊 對啊 我有買只是因為 我要支持他一下 因為我難得看到 軟體有三位數的 台幣喔 不是美金喔 對啊 一百多塊 對啊 如果你不付 就是 不付那個 那個所謂的稅金的話 好像是 一塊多美金 一塊還幾塊美金 就是 三塊的樣子啊 好像是三塊 就是9.9 但是因為加稅金之後 就多一點點 這樣了解 反正我現在已經很少 看到到我們軟體那麼便宜的 我就買一下 這樣OK嗎 所以 你可以打開來試看看 好不好 來還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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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